大家看它的用量方法 你们稍微看一下 老师说了这个不用手 老师说了这个不用手 其实用法很好 一定要大量 那它做的 记得整个一定要贴紧 然后这个力量一定要下去 一定要下去 因为如果你不下去 那个热源不够深入 这个就变得很滑 你们有没有注意 我连整个都贴住 甚至我的指头也贴得蛮紧的 好 好 好 你们看得出 我跟他的力道吗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还不错 对 其实图一定要深 沉 热源才能进气 要不然你光这样 你们之内 没啥效 很多严重的 你们根本做不出来 好 假设好 好 就是这样 你看我来一定是 整个身体顶住了 有没有 有 啊 然后 我的手一定贴住 有没有 包括指头我也是 但是我的重心还是在掌心 所以我的力量可以 完全充分的运用下去 然后约到前面 好 我身体就 越往前 然后力量一定是 垂直下来 然后再往深 因为你这样才有力量 所以我们按推按推 图也是按推 好 那到最后 缩尾 一样哦 我顶进去 所以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就不用多余的力量 说还要这样 我看刚刚进去哪 还有这些小动作 这些都不用了 这些 直接就低 老师如果是各自矮的 那怎么办 各自矮也做得出来啊 但是它从这里 从按摩这里有点强度 这样啊 就起来 起来 不是我站前面一点就好 有没有 甚至如果弓箭部也 不够 那就过来啊 对 这个就要懂变化 但是你身材 你就要充分发挥 就是我们是用力量 在身体 而挥手 嗯 有没有 有 这样才可以完全充分的 把热源渗透进去 然后这里收也是这样的力量很大 有没有 有 应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 而且应该被推的人 他既可以热源渗透进去 而且很舒 对 就好像我们在舒缓一样 又可以解症 嗯 嗯 那你们哦 如果这样一大把 这样你看力量又进去 然后患者 他是会甚至到 有时候一两遍他就热 背骨就发热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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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 这样会了吗 你们都说会了 谁自告奋勇 好 你看他的手 有没有 所以 胶归胶 你们下手有时候就变形了 你推不动的时候干掉 你再来讲最后收尾 其实差不多快干了 你比较色了 那你什么收尾 你如果这种力量就进去了 它根本热是可以生动 你如果推的不够 你保鲜膜包 然后以为热就可以生动 不可能 我也发现 到现在你这个 热热热 还是热的 那你看我们以前就是怕它没有热 因为推完 涂完 差不多五分十分就没有热了 还要借助 事实上是我们原来 还要吹风机 对 老新一片大概有多长时间 没有 没有固定 就是你看你用量 用量 还有它的面积 然后它要差不多多少的量 来看你要准备 用到多少的力量 然后让它干 甚至有时候三变 这个都是假说 有时候你量像刚刚那么大 它将基尊栏一下子用那么大 有时候两变就够热了 你看 沉浸里它就感受 我们才刚刚才一变 它就有热了 所以它只要有发热 就代表它的热源怎么样 进去 所以我也觉得 书上写的都是一个方便说 它因为 之所以会方便说就是 因为你们不可能做得很测 因为你们都有一点浪费很多力量